X球探人大家好 基上次聊完VNL是什麼 想進一步和大家介紹 參賽各國在球方上又有哪些值得注意的看點 因為正式比賽5月14日就要開始了 算是在賽前幫大家做了一些觀察和整理 之後看比賽的朋友們可以搭配著服用 還不了解VNL是什麼的朋友 我之前的影片也有做簡單的介紹 可以點選資訊卡的連結來看一下哦 那就進入正題吧 這次VNL總共有16隻參賽隊伍 我愛翻纏四個類型的球風來說說我的看法 因為這支影片會比較主觀 如果你有其他的想法 歡迎底下留言和大家分享哦 首先是穩定型 我覺得這類型的球隊有四隻隊伍 寶芝莉亞、德國、韓國和泰國 進攻和防守的能力差異不會太大 特徵是比賽時不太容易會犯嚴重的錯誤 有一種讓人很穩定順順的感覺 不過另一方面也有共通的膽體 就是相較之下腳缺少能成為絕對王牌的角色 遇到雙方正寬交錯的時候不免會吃力一點 如果有S級的人物在球隊遇到亂流時 跳出來擁有迅速沒有懸念又充滿力量的得分 往往能指出球隊繼續失血 並進一步提振團隊的士氣向前 聽到這裡 每個人心裡應該多少都有幾個不同的王牌連孔浮現吧 不過我們還是拉回來 目前的世界排名 保加利亞20 德國12 韓國40 泰國43 排名上也可以看得出來 這四支球隊分布在這次VNL的中後段 對戰前段班的球隊 想要取勝的話 我覺得正中還需要有一到兩位的關鍵人物冒出頭 會比較有機會 驚奇型 在將這支球隊做球風分類的時候 我就在思考 球場上要影響每一份的關鍵 有時候反而是在關鍵的時刻 擁有左右佔據的武器 適時的發揮 超乎預期的效果 來打破排名的劣勢 這樣風格的球隊 我覺得有法國和多明尼加 法國目前世界排名第15 不算是很前面 雖然是人高馬大的歐洲球隊沒有錯 但實際上 他們擁有一票發球很厲害的選手 發球有速度也有角度 強大的發球質量施壓 會造成接球的一方感受到巨大的壓力 就算沒有靠發球直接得分 依然能破壞對手的進攻陣型 那就成功一半了 所以在雙方勢均力離的情況下 越快掌握優勢的一方 就越有可能會過勝 另外一支球隊是多明尼加 目前世界排名第8 屬於比較前段班的隊伍 是很有機會能進入到 Final 8決賽圈的球隊 他們最大的武器 我覺得不是在進攻的力道有多大 而是在進攻的機動性 仔細看可以發現 多明尼加在進攻的接受上 推進的非常的快 即使是因為被發球擊到 或是接扣的力量破壞掉陣型 所有多明尼加的選手 在重新參與進攻的意識很高 而且很快 可以說在場上讓人感覺很靈敏 這會讓對手疲於奔命 感覺明明已經快得分了 怎麼很快就被反撥 一波又一波結束 讓人猝不及防的攻勢會不斷的襲來 強攻型就是進攻就對了 有高度 有急救速度 穿插時間和空間差戰術 不斷得分的這種類型 我覺得有 巴西 中國 意大利 荷蘭 波蘭 土耳其 塞爾維亞 和美國 基本上大部分歐美國家 我覺得都是這種類型 在這幾支隊伍間 互相的較量 勝負往往就差在那一兩分之間 誰的攻勢被多擋住了一分 可能就會讓出了那一局 在這一波歐美隊強力 中國寫的比較特別 可能也是因為高度和歐美相權 不相上下 讓中國 我覺得也是屬於這種 仰賴強大活力輸出 和力量展現的球風類型 防守型 靠著優異的防守黏性 球不落地 絕不放棄 上演一次又一次 不斷追球 扑球 不容易進攻的話 就先將球還個對手 然後摒棄凝神 等待轉手為攻的機會到來 日本就是很貫徹這樣的風格球隊 沒有身材優勢 而是憑藉扎實的團隊防守 不畏 都把可能丟掉的一分就回來 就多了一點贏球的可能 不過排球場上的防守 我認為不止接球才開始 其實應該從籃網就展開了 加拿大一直都有很好的高度 尤其加上優異的籃網判斷力 這點很厲害 判斷對手瞄準的方向 並迅速的跟上 組合成重槍鐵壁的防線 抵擋對手一波又一波的攻勢 無論是籃網得分 或是就算沒有直接得分 制造Touch Out把球留在場內 防禦的鐵壁無疑已經是一種可怕的武器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針對各國球風的介紹 有讓的想法都歡迎在底下留言哦 喜歡影片的話別忘記按讚訂閱加方向 X球探 我們下次再見 我們下次再見